最近中国跳水队正在国内紧张备战巴黎奥运会 从此前公布的参赛名单可以看到 包括全红禅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 都将参加奥运会金牌的角逐 对很多喜欢全红禅的粉丝来说 自然也期待全红禅可以淘汰她的队友陈玉希 在本次奥运会夺得两块金牌成为双冠王 事实上自从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会崛起之后 关于她和队友陈玉希之间的竞争 就一直成为很多粉丝和网友热议的话题 从最近几年的比赛来看 在大部分的世界大赛比赛过程中 全红禅都会被自己的队友打败 因为形态出现问题 往往只能够夺得亚军 所以对于红姐来说 本身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如今巴黎奥运会即将到来 对于全红禅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证明自己的机会 如果她可以逆袭战胜自己的队友 实现奥运未免的话 到时候全红禅将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甩开自己的队友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喜欢全红禅的粉丝来说 都非常想听到红姐接下来 备战奥运会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她有没有信心打败队友 最终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呢 就在最近 在巴黎奥运会逐渐临近的时候 官方媒体特别采访的 中国跳水队的这些主力队员 了解了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在被问到 接下来征战巴黎奥运会 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想法时 全红禅的回答非常高情商 她表示 希望所有参加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都可以站上最高领奖台 都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全红禅的这番回复 看起来好像有些过于客套 并没有太多实际性的内容 但其实也算是回应了 和队友之间的竞争问题 说白了 其实 全红禅并不想要打败其他人 她只是想战胜自己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奥运会金牌的梦想 至于打败谁 或者战胜谁 那都是战胜自己之后 顺带出现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 陈玉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提到了自己的感受 明确表示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 战胜时间 努力取得佳绩 如此看来 其实 全红禅和她的队友 还是一种非常良性的竞争 根本没有像有些粉丝 或者极端球迷揣测的那样 关系如此不堪 毕竟全红禅和她的队友 一直朝夕相处 他们彼此陪伴和训练的时间 甚至超过的家人 说白了 全红禅和队友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亲密的战友和家人 不管最终 谁能够站上单人跳水的最高领奖台 他们彼此估计都会给对方送上祝福 所以 希望我们的粉丝 在喜欢全红禅的同时 也可以全力支持 我们中国跳水队 其他的运动员 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 全红禅 他们才能够心无旁骛 跳好比赛 为国争光